陈好,一位曾经风靡全国的女演员,近日宣布复出,将与张嘉义合作主演一部电视剧《爱在春天》,这是她时隔六年之后的首次回归,也是她与张嘉义的首次合作。 两人在剧中饰演一对经历了婚姻危机的夫妻,用真挚的演技展现了爱情的坎坷和甜蜜。 陈好是一位实力和颜值艰巨的女星,她曾经凭借环珠格格《大名公词》《金粉诗佳》等作品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称赞,她被誉为万人迷,有着众多的粉丝和追求者。 她的事业也一帆风顺,她曾经获得过精英奖、华丁奖、白玉兰奖等多项荣誉。 然而,在2017年,陈好却突然宣布退出娱乐圈,选择了隐居生活。 她说她想要远离喧嚣,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 她说她不后悔自己的决定,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很多,也付出了很多。 她说她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,去体验不同的生活。 在这六年里,陈好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公众视野中。 她偶尔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近况和心情,让粉丝们知道她过得很好。 她也会参与一些公益活动,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 她还会不定期地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中,展现出她的风趣和幽默。 陈好的付出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和欢迎。 他们表示很期待看到陈好的新作品,也很高兴看到她重新回到迎评。 他们说他们一直都很支持和尊重陈好的选择,无论是隐退还是付出。 他们说他们希望陈好能够一直幸福和快乐。